说到国外访问 马总统他这次出访 最主要就是要参加洪多拉斯新任总统 越南德兹的就职典礼 而越南德兹的女儿何一芳 她其实是来台湾念出的留学生 她现在正在淡江大学念战略研究所 何一芳说她最爱吃台湾的小吃美食 尤其是烤肉 而她也透露说其实她的父亲很想要来台湾 但是碍于总统的身份不方便 所以就由女儿来实现父亲的梦想 一开口就向大家问好 这个长发女孩叫一芳何一芳 1988年生在台湾念淡江硕士班 但最特别的是 她可是洪多拉斯新任总统 越南德兹的女儿 她有一个dream去台湾 可是她的political career 她不能去 所以我觉得她是living his dream through me 2012年先到辅大念中文 再到淡江大学攻读战略研究所 而她最爱的是台湾的小吃跟逛夜市 烤肉 我最喜欢 西林的逛夜市 对对对 因为淡水 老姐 我觉得老姐很有意思 现属台湾知名景点还在台湾交了国外男朋友 同样爱台湾的还有他 一身笔挺军服还带靶枪 他是索托宏都拉斯人 2006年来台湾念海军官校 一可流利中文全拜同学所赐 在台湾念书索托最爱爬爬灶 过去在台湾念书还曾和马总统拍过照 这回马总统造访宏都拉斯 索托也来帮忙 两位都是宏都拉斯人 都爱台湾有着一定渊源 台湾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有电TV胡锡船正熙宏都拉斯报导